今天陽光普照 Ivy又遇上去街市買菜 這條路她走了不知多少年 街市的當主個個都叫她王太 Ivy很快買完她今晚需要的食材 就打到回府 就在她還有兩個街口走到回家之際 迎面而來有一個和尚 而和尚還一路走一路念經 就向Ivy和和尚擦身而過 Ivy突然打了個凸 跟著就好像剛剛睡醒地看著和尚 和尚雙眼睛光四射地看著Ivy 留下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說話 小姐如果你有什麼古怪事發生 記得上荔枝山能人子那裡找我 我發號叫做色尼老表 喂和尚我都不認識你 你不要說得就說 小姐我都是想幫你 有事記得找我 告辭 阿彌陀佛 這個和尚留下了一句說話之後 就這樣就走開了 神經病 都不知阿什麼 咦 為什麼我會買菜 難道阿媽叫我 不管了回家再問她 Ivy不知為什麼 不是走回家 而是坐的士去深水埗 還走上一層舊樓那裡拍門 裡面有一個男人出來應援 一見到Ivy就問她 阿女 你這個組來幹什麼 還買了菜 什麼呀 不是老媽才叫我買的嗎 她不知那麼多了 熱到死 回房間洗澡換衣服 Ivy不理她老爸一頭霧水 這樣看著她 自己就回到房間 誰知道她一進到房間就大叫 老爸 這個誰來的 你快點進來 Ivy的老爸 不知女兒發生什麼事 所以她就走進房間 進到房間 就見到Ivy一路照鏡 一路在大叫 阿女 你幹什麼 這個就是你 對咯 唉呀 今早你發生什麼事 神早又買菜 又回來外家 這個肥婆是我 有沒有搞錯 阿女 你是不是傻了 什麼肥婆 你兒子都有兩個了 叫了你get fit 你又不聽 蛤 我什麼時候結婚生兒子 老爸我只有二十歲 你是不是老人之外 你這個臭女還好說 叫了你米里那個波仔 你又不聽 她喪的嘛 喪波喪波 有名叫的 這頭說完你 那頭你又去嫁了給她 叫了你 你搞到我 激到我多久沒去叫那個雞 你知不知道 我說要嫁給她 不可能 我一見到她就想撞狗了 慢著 老爸你說什麼 你很久沒去叫雞 關我什麼事 咳咳咳咳 唉 不理那麼多 你快點回去喪波那裡 有事 沒事都是你自己的事 嫁出去的男 買出去的女 還有 你那對子女要好一點照顧 快點回去 Ivy 被她老爸趕了出家門 又叫她回喪波那裡 她都未搞清楚什麼事 為什麼她老爸要她這麼快走 其實 讓Ivy知道 她老爸買了幾隻 在日本入口的醬油碟 為了煎倒為快 所以要趕她走 如果讓Ivy知道 那個真相 一定被她老爸激死 當Ivy 落到街那裡 真是不知道去哪裡好 她突然醒起來 今早見到那個和尚 還想起那個和尚 說那番說話 啊 為什麼那個和尚 會說這番說話的呢 有什麼用意呢 老爸叫我回喪波那裡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怎麼找 不如去大師那裡問一下也好 Ivy於是坐車進去大埔荔枝山 找老表大師 去到佛寺門口 Ivy看入寺堂很普通 得了佛像坐於堂中 一些都不像那些專欠鄉油淺的寺廟 裝修得富麗堂皇 就向Ivy正想走進去找個和尚 就見到那個和尚 在內堂那裡走出來 師主 這麼快就醒覺嗎 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到你呢 大師 今天發生在我身上的事 我百師不得其解 大師可不可以點發一下我 你今天與我有緣 就等老衲招到你了 你坐過來 等我幫你灌頂先 子健大師把手掌放在Ivy頭上面 Ivy整個人不停地打爛陣 接著就有一流黑煙 在她頭頂那裡走出來 還在大師身邊化成人形 而Ivy整個人暈倒了 悉尼老表大師就一手扶著她 將她放下在個蒲團上面 而那黑煙人就向老表大師 行了一個五體頭地的大禮 多謝大師公答 善哉善哉 你我今天有緣 快點告訴我什麼事 你怎麼會上在這位師主的身呢 是這樣的 這個女人 現在老公的乾爺 是印尼無私 一年前 她善波看中了她 整天打算做她男朋友 奈何 善波外形真是不敢恭維 說話又九吾八八 哪有女人喜歡啊 她乾爺為了乾仔 真是什麼都敢捨 走去和合石那些三分找鬼魂 見我這麼年輕就死了 吸了我的魂魄出來 然後要我去奪石 將女仔的鬼魂的魂魄禁制 所以這二十年她發生過什麼事 自己都不知道 豈有此理 這麼喪盡天良的事都做得出 不過她真是多行不義 剛好遇到我 被我化解了 不過這個武士就要承受了冤魂的反誓 今晚都未知道 阿彌陀佛 多謝大師恩典 來生再報再見 你打算去找個武師報仇? 鬼魂沒有聽到老表大師的鐘告 就穿過個槍飛了出去 咻一聲就不見了 留下老表大師在到發呆 老表大師只是對著槍說了一句 冤冤相報何時了 接著就蹦下看一下Ivy有沒有事 而另一邊 波仔的乾爺就好像知道自己大禍臨頭一樣 整個客廳臨到周圍都是黑狗血 踏起個祭台 口中念念有詞 奇怪的是天氣報告說今晚沒有風沒有雨 但是現在的客廳所有窗簾都被風吹到掉了 好像打大風一樣 而波仔乾爺就拿著縮水人頭 對著窗口念念有詞 而他一路念就一路嘔血 就在這個時候窗外飄了一些黑煙進來 那些黑煙很快就化成人形 還對著波仔乾爺大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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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個黑煙師 你都有今天了 借魂所亏 當日你個仆街見到我的名字叫鳳凌 就以為我是女人 又見我這麼年輕死於非命 適合你用 想都不想就收了我魂魄 来家爱个女孩 要她做你儿子的老婆 让你控制住身不由己 想起个欲身要慢慢 让你那个契仔搞 我就作呕 幸好那个仆街不够两秒就玩完 今晚你劫素难逃 受死了 就像鬼魂 向波仔契爷扑过去的时候 突然四方八面涌出很多脱皮脱骨 无手无脚无头的鬼魂 扑过去波仔契爷不断咬她 搞到原先叫凤梨的鬼魂也无从入手 就像那帮鬼魂乱咬一轮之后 地下只剩下一滩鲜血 衰肉和骨头 其他就什么都没 波仔的契爷多行不移 落得一个死无存尸 真是天网灰灰疏而不留 整班冤鬼就一起消散 从不同的窗口飞走 当Ivy醒回之后 老表大师就将个故事 一五一十地告诉她 Ivy一路听一路哭 想起下半世 还要对着丧波 她真是不想再做人 但是经过老表大师 一番典化之后 她唯有认命